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孙浩辉先生在他的大秦帝国一书当中说道 战国时代完全被终结的趋势 真正开始是从赵国灭亡之时 也就是说 赵国的灭亡是山东五国真正开始崩溃的时间段 但其实赵国并不是战国末期 被秦国所消灭的第一个诸侯国 战国时代 第一个被秦国灭亡的诸侯国是韩国 当时韩王安非常崇尚阴谋权术 派前水攻郑国到秦国进行脾琴 企图通过修建郑国渠来拖垮秦国的经济发展 可是郑国渠是当时秦国最为重要的工程 涉及到的是秦国的整个民生系统 当郑国脾琴事件爆发之后 秦国朝野上下一场愤怒 秦王嬴政也是直接派王俭带兵攻打韩国 当时的韩国已经是支离破碎了 除了南洋和都城之外 几乎见不到能为国家发展做出支撑的地方存在 所以秦国攻破韩国就如同崔枯拉朽一般 战国时代 赵国灭亡才是六国崩溃的开始 后来 韩王安因为抵抗不住秦国的进攻 又无法向其他五个国家寻找有利的帮助 只能是带领韩国上下投降秦国 此时韩国正式灭亡 也成为了秦国消灭的第一个诸侯大国 之后秦国的灭国之战拉开了序幕 按照时间线来讲 韩国才应该是六国崩溃的开始才对 可是 为什么孙浩辉先生会在大秦帝国当中 说赵国的灭亡是五国真正崩溃的开始呢 或者 为什么说赵国灭亡之后 秦国一统天下的趋势就再也无法阻挡了呢 本集重点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看看 赵国在山东六国中的地位到底是怎样的 在他灭亡之后 其他的国家又面临着怎样的环境 赵国是山东六国 军事实力最强盛的国家 在战国初期 魏国是整个中原地区唯一的超级大国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 魏国都有着相当大的决定权 和话语权 可以说 引导整个中原地区的发展潮流 但是 随着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两场重大战争的爆发 魏国引以为傲的魏武族被全部消灭 国家实力陡然跌落 随之而来的就是 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 实力跌落到了 与其他诸侯国相对均衡的层次中 战国初期 魏国跌落霸主神坛 其他国家获得喘息之机 当此之时 各大诸侯国为了拉开差距 都基本将精力转移到了国内的发展上面 外部战争爆发的频率 比起战国的其他时间段要少很多 再加上 魏国称霸中原地区时 并没有真正从根基上 拖垮任何一个诸侯国 所以 各大诸侯国发展的根基 其实都是存在的 魏国实力的跌落 给了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也让各大诸侯国 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 赵国和秦国 实际上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发展起来的 只是 秦国选择了综合实力的发展 而赵国则选择了单纯的军事发展 尤其是赵武凌王时期 经过胡胡骑射变法后 赵国军事实力陡然提升 成为了山东六国中 唯一可以在军事上与秦国相抗衡的大国 赵国是抗秦主力 实力衰落后 失去了号召力 既如此 赵国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山东六国的抗秦主力 躺起了抗秦的大旗 甚至在长平之战失败之后 赵国依旧在顽强的自我恢复和发展 只不过因为长平之战 确实损失了大量兵力 赵国在之前的发展过程中 又不太重视行政和经济方面的发展 所以 恢复起来并没有秦国那么顺利 如此一来 赵国要继续进行抗秦事业 就必须要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 但是因为赵国军事实力的跌落 其他国家在与赵国组成联盟时都有怀疑 所以 到了战国后期 赵国想要与其他国家组成合纵联盟 来对抗秦国 甚至还要付出割地的代价 这也就说明 赵国军事实力的跌落 其实从内部上打击了整个山东六国的同盟 既让其他国家不再信任赵国的实力 同时 赵国也失去了对其他五个国家的号召力 要知道这仅仅是长平之战之后 赵国军事实力跌落就有了这样的后果 赵国灭亡后 其他国家在军事上根本无法抵抗秦国 可想而知 当赵国覆灭之后 其他国家的抵抗能力会弱到一个什么第一步 至少在赵国灭亡之后是完全分散的 再加上军事实力最为强盛的赵国已经崩溃 其他诸侯国能够真正拿得出手的军事能力并不强 可是对手秦国却是一个超级大国 在军事方面很少盟寿失败 而且秦国的名将层出不穷 之前有司马错 白起 在战国后期和末期 也有王俭 蒙田等等 甚至像王奔 杨端和这样的少年名将也不在少数 当赵国灭亡之后 山东六国在军事上已经落后秦国很多层次了 可是国家统一表现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战争 战场上打不过就没有后续的故事可言了 所以自从赵国灭亡之后 其他诸侯国的灭亡 几乎已经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情 在那些国家当中 也只有楚国在灭亡之前有过一场回光返赵 打败过立新带领的20万灭楚秦军 但是楚国的能力也仅限于此 后来在面对王俭的时候也是不堪一击 所以赵国的存在 不仅仅是对山东六国有一个号召的能力 同样也能够提供强大的军事保障 在赵国灭亡之后 这些优点和好处就统统不存在了 剩余四国最大的弱点暴露了出来 自然离灭亡又更近了一步 赵国的灭亡 让秦国统一战争有了更大的地理优势 在战国七雄中 秦国并不是与每个国家都有相邻的土地 比如说北方的燕国和东部的齐国 这两个国家就不与秦国接壤 如此一来 横跟在中原地区的赵国、贵国、楚国等 就成为了这两个国家的天然屏障 这也导致秦国很难真正的统一 因为没有直接相邻的土地 意味着只要发动战争 必然是长途奔袭作战 秦国想要将这两个国家灭亡 就必须要打开一道口子 而赵国的灭亡正是提供了这个地理条件 在赵国灭亡之后 秦国不但能接触到北方燕国 也能够监视东方齐国 最主要的是齐国本身是与秦国交好的国家 但是因为地理上的原因相距比较遥远 秦国很难直接获得齐国的动向 可是当赵国灭亡之后就不一样了 秦国能够直接与齐国进行互动和交流 也能够更好的监视秦国的一举一动 这给了秦国更大的保障和优势 也让秦国的后续行动没有了太大的后顾之忧 赵国灭亡之后 中原就打开了门户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秦国都有了一席之地 自然在灭国之战中就能够更好地发挥 而相对于赵国的地理条件 韩国就没有那么优越了 当然 韩国也是一个比较拥有地理优势的国家 它位居中原的核心地区 北方是魏国 南方是楚国 打下韩国之后 秦国也拥有更好的监视魏国和楚国动向的机会 但是韩国的土地面积太过狭小 真正能够体现出来的作用远远不如赵国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 赵国的灭亡才是真正将山东六国的门户给打开了 赵国灭亡之后 山东六国就真正成为了一船散沙 自从赵国军事实力强盛起来之后 无论是哪个国家发起合纵 赵国其实都是暗地里出力最多的国家 毕竟合纵打低就是军事实力 而赵国作为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 也自然有这方面的能力 当赵国灭亡之后 山东六国能够拿得出手的实力 小得可怜 自然不敢再与秦国硬碰命 所以那个时候的山东四国 其实已经是一团散沙了 他们很难像赵国还在的时候那般团结 我们上面也说到过 自从长平之战中赵国战败之后 赵国已经失去了在山东六国中的地位 哪怕是后期合纵 也需要赵国通过割地或者利益诱惑来达到目的 但是这样的合作也只是貌合神礼 并不能发挥合作真正的作用 到了战国中后期 秦国的实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对巅峰的状态 一一敌六并不是奇迹 在秦昭湘王时代的时候 山东六国还能够真正达到合纵的状态时 合纵也未能给秦国造成巨大的打击 可想而知 当合纵只是貌合神礼的时候 山东诸国真正面对的外部环境又将是怎样的 所以当赵国被秦国消灭 山东六国其实就失去了主心骨 自然在对抗秦国这一方面 既没有拿得出手的实力 又没有摆得上台面的政策 赵国灭亡在心理上 威慑了山东其他国家 我们上面说到过 战国中后期进行了军事变法的赵国 是山东六国中最为强劲的国家 也是山东六国的抗秦主力 赵国的灭亡其实给予了其他国家一个警醒 让他们更加畏惧秦国 其实有的时候 战争不一定要有真的硝烟 当从心理上震慑敌人之后 后续的行动就会变得相对来讲比较容易 显然 赵国的灭亡就让秦国达到了这个目的 之后 太子丹在惊恐之下派遣荆轲刺青 拱手让给了秦国一个攻打燕国的借口 事情败露后 秦王嬴政大怒 立刻派遣王俭北上灭烟 燕国只能够退到辽东地区 暂时保住自己的宗庙设计 但是 那个时候 燕国的大片领土 都已经在秦国的占据之下了 而占领了北方之地 秦国能够更好的震慑北方的匈奴 能够将蒙田的九元战区解放出来 这就有了更大的兵力图谋中原 而魏国 因为对秦国的恐惧 在秦国企图发动水攻的时候 故乘不出 企图死守 最终辉煌的大梁王城 在茫茫大水中轰然倒塌 一个曾经问顶过诸侯巅峰的国家 就这样 寿终正寝了 而秦国更是采取了一贯的不抵抗政策 甚至他不仅自己不抵抗 对于其他国家所蒙受的灭顶之灾 也是袖手旁观 后来当秦军濒临城下的时候 才发现 整个中原地区就只剩下了齐国自己 于是齐国也像曾经的韩国一样 选择了举国而降 这或许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 赵国的灭亡 让他们见识到了秦国的强大 也让他们在这场战争当中 本能地将自己处在了一种独立的环境当中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知 赵国其实在整个山东六国的内部 是拥有很高地位的 他的灭亡代表着山东六国最可靠的支撑倒塌了 也意味着山东六国开始分崩离析 可是当一个联合从内部开始瓦解的时候 也就表明着这个联盟走向了终点 而赵国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 一是因为他强盛的军事实力 在战国时代 虽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比拼的确实是综合实力 但是大部分的战争比拼的 还是要以军事实力为主 除非像长平之战这样经过长时间的对峙 而涉及到国本的战争 所以军事实力强盛是很吃香的 对于这一点 进行过纯粹的军事变法的赵国得益很大 而赵国尚武的传统 也让他无法屈居于秦国之下 所以赵国一直都是抗秦的强有力号召者 又因为他能够提供强大的军事支撑 所以山东五国乐意于听从赵国的指挥和安排 结尾如此一来 赵国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抗秦的中心力量 可想而知 这样的赵国一旦灭亡 其他的五个国家面临的是怎样的境地 而相对于赵国 韩国对于山东五国来讲 则是可有可无的 毕竟韩国从战国时代开始时 就是个比较弱小的国家 只有在身不害变法时 强盛过一段时间 但那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无论是在抗秦方面 还是在后期的合纵上 韩国能够贡献出的力量少得可怜 所以 他的灭亡 对中原地区格局的影响并不大 但能够提供强大军事支撑的赵国 则拥有着更高的地位 同样的 韩国的战地面积也远远不如赵国 自然两个国家的灭亡所掀起的波兰 也不是同一个数量级别的 所以 从这几方面来看 将赵国的灭亡 作为中原地区格局 真正开始变化的时间点 也是正确的 毕竟失去了赵国的支持 其他国家就已经被赶往了悬崖边